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是不能喊穷的 从密的角度来说 就会破坏风水 在科学上 是难过时互出的空气 有害健康 心理学家说这叫吸引力法则 你想什么就容易招来什么 喊穷一时爽 但总喊穷真的会越喊越穷 看完了你就会懂 首先我们不是因为穷才抱怨 是因为抱怨才更穷 谁都有抱怨穷的时候 但总会有几个人特别爱抱怨的人 看同事觉得讨厌 看领导觉得不识人才 好像自己工资低都是因为公司 因为别人 甚至因为城市不适合自己 他们也不想改变 但私下吐槽时闹得最欢 以前觉得喊穷都是因为真穷 后来发现喊穷的人力不都是开局纠缠 你也想不到 医科大学顶尖学生张静生 大言不惨领着低保度日 他不仅仅是本科是尖子 硕士博士的时候还考上了北大 何况那是九十年代 大学生都稀有的时候 毕业就会分给工作 他本科毕业去了天津一家医院 觉得给了钱少 委屈了他 整天哀声叹气道 赌博士的时候每月有五千补助 稍微好点 但后来因为家穷 没有办法继续深造 还得出来工作 另一只只有一千的工资 他怎么想 怎么烦 只觉得满地好工作 就他不赚钱 做了事也开始胡弄 天天喊穷的人好像都相似 下班就放飞自我 提工作就愁眉苦脸 像是喜欢懒 远超过了喜欢钱 其实不管你状态怎么样 怎么抱怨 都没人会给你钱 一只酷穷 只能是越来越宠 回到家乡的张静生 再不是家里的希望 住完二姐家要住大姐家 把本来不富裕的家拖垮了 住靠点地宝 谁还能看出北大高材生的影子 就像黄志勇说的 人不断地抱怨一个改变不了的事物 是有爽感 但你却抱怨一个你能改变的事情的时候 你反而会给自己压力 反驳抱怨自己穷 不过是默认了无法改变 手里的牌是好是烂都好好打 别越深越深 拿着一手好牌瘦得精光 穷的时候办法总比困难的 好好去赚钱 比抱怨有用 作家方云曾说 贫穷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贫穷而不自知 穷而不思辨 穷而安于现状 甚至认命 觉得自己穷了 那就去赚钱 快递小哥李庆衡也曾经手忙脚乱 每天做卸货 转运 装车 累得要命 还挣不了多少钱 直到他偷偷练了一身本事 趁着不忙的时候 他开始被分解信息 城市 区号 邮编 航空代码 不管哪个地址 他都能瞬间说出对应的信息 那一阵跟着魔似的 走在马路上看见车牌 就要把相关的城市信息过一遍 李庆衡还专门抽出时间 练实际操作 包括打好从1.5米摔下 包括不破损才行 最初他只是为了早点做完回家 没想到送快点五年多 他一直夺得了职业技能竞赛的第一名 更想不到杭州市凭他为高层次人才 给了他一百万的购房补贴 这个数字 他做梦也不敢想 买车优先有号 三万车牌补贴 都成了小意思 当你想尽办法提升自己 连命运都会帮你支付 踏踏实实地做好手头的事情 赚到你能赚的钱 即便无力做到极致 钱也已经在路上了 简书有作者讲 他们单位的保洁阿姨 五十多岁 没有什么技能 出来补贴家用 每月将近一万 他本来都退休了 家里经纪很一般 就找到中介 去写字楼做保洁 早上五点就起床 楼上楼下的活盖玩意又九点 眼睛瑟瑟的 因为不会用单位饮水机 常常是四小时不喝水 因为他勤劳肯干 为人和善 员工们有了买新房的 家里需要保洁的 也来找他打扫 兼职着赚了几分工钱 逐渐击少成多 不同人的赚钱 难以不同 快买也不同 但还好这个时代 没有抛弃任何人 只要你愿意赚 实力或年龄 都不是借口 抱怨黑暗 不如提灯前行 每次的难过 每次的失落 都不是无路可走 穷苦的日子 也不是无从之余 想很穷的时候 记住 踏实赚钱跟泳泳 你怎么说话呢 就会什么命 有时会发现 我们不经意间 说了一句话 某个瞬间 就突然应验了 你说什么 就会活成什么样子 画家黄勇玉过了 半生苦日子 到处流浪 在码头当小工 到磁场当苦力 学到木匠 到晚上 在出去打猎 打到的肉 用来改善生活 填饱肚子 刚跟夫人张梅西 刚在一起 想决定去理发 可手里只剩八毛钱 又是一桶酒店 结婚后 她抠着木克 速写投稿 一直赚了点小钱 跟金庸 两女神约顿饭 谁都没带钱 她竟泰然之落地 画起画来 用店里的酱油上色 还是金庸 将熟食的编辑过来 买单换化 才付上了饭钱 不管多结局 她始终热着 这连动弹年代 挨批豆 又是挨打 又是下方干活 她还一直安慰别人 熬着一点 不会永远是这样的 如她所说 熬过去了 就越是活 越有滋味 五十岁 去考驾照 玩跑车 为纪念自己 养的猴子化的油票 成为中国 第一张生销油票 发行时 每百六块四 现在早已上万 此外摩托车 列枪略去 无所不喜欢 穷慣的人 真正地成为了富人 无聊里面 琢磨出来的 成了真正的玩家 南淮君有句话 穷归穷 绝不愁 如果又穷又愁 这就划不来 变成穷 愁 潦倒就冤得很 你说的话 就是你的心态 想着 熬熬就会过去的人 心态足够好 往后钱会有的 美好的生活也会有 在一个都不能少的 小女主魏敏芝 被张艺谋带去 见了大前世界 回到家乡 还是一样干着农活 失落是难免的 她却很快 缓了过来 静静学习 去北京定义学院 落榜 又投入了下一场考试 看书用后来 三个手电筒 终于考入了 西安外国语大学 编导系 往后留学 留校工作 组成自己的小家 人生像开了挂 在和张艺谋见面 她用着流利的 英文提问 而往事都与随风 是快乐还是焦虑 是运气还是捧杀 都在人的心态 急急往上看 看到时欣喜 得不到也疼然 想安穷是少说话 静静地走 诚心地熬 用力去够 如果这样说什么 不如说句吉利话 网上有个问题 当生活真的过得 很艰难的时候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高赞回答说 痛苦来了 我们逃我可逃 只能学会 与他和平相处 正是这份艰难 大步向前 生活会到一定程度 都会好起来的 前提是别抱怨 抱怨多了 再深的低谷 也还能往下走 多想积极地觅面 现在的穷 这都是过路的风景 都会峰悔入转 鼻子很穷了 嘴上都说好话 手上多半时事 前方都是赚钱的地方 其实我们人 都会有一个通病 大家都特别喜欢想 我好累 我好穷啊 我不行啊 什么之类的 我其实最常喊的就是 我好饿 我可能跟你们不一样 我是一个 我真的认真起来 做事情的时候 会忘记自己 没有吃饭这件事情的人 所以我经常会 饿了肚子做很多事情 然后要睡觉的时候 惊觉 啊 我今天还没吃饭呢 饿到自己 就是有点嘴唇发白了 才发现 哎 我没有吃饭 你说它是优点吗 也是 因为很认真 那你说要缺点吗 也是缺点 你怎么能饿着自己吧 都说吃饱了 才有力气减肥 我都是没有吃 拼命地在做事情 一个是兴趣使然 一个是 真的太认真了 这有点 超过 那罕穷的事情 你们也讲到工作的部分 其实我有一个 真实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 是又是关于我妈 唉 溜你和我的月的时光 我全家都没有被放过过 我妈在退休的时候呢 她是职业病 她非常的喜欢 就是工作 不停地工作 她是会计嘛 然后也是会计师 然后她不停地工作 不停地努力的时候呢 就是退休之后 想要找一份新的工作 她就来到了 我爸工作 尝试照顾她 那就照顾她之后呢 就觉得 嗯 好 闲下来没事 我再找个工作吧 好歹我是一个 就是可以 就是还赚点额外的钱 说不到贴补家用了 就是觉得 好像没有工作很难受 我妈就面试了 非常多的工作 起初她年纪 其实还不算是那种 因为我妈提前五年退休 她们的这个特殊编制 不知道怎么解释 然后她提前五年退休 然后她就可以就是 就是其实相比人家说 她还是有工作能力的嘛 毕竟她是 真的是非常有工作能力的人 可是搞笑的事情就是 对方提出来的工资 跟她想要的薪水 有些差距 然后周末 其实不用上班 虽然说起来 是一份退休 还是你的退休工资 然后还有工资的 收入其实蛮好的 可我妈就觉得说 薪水不是很高 对 就这样 她就昏到了今天 她一直都没有去工作 到现在 她已经不太纠结薪水了 我们也有这些火锅的时候 她有在招募这个 就是洗碗的阿姨 或者配菜的阿姨 她没有在招募啊 我就去问她 我说经理你们有在招募人吗 然后就是 经理说 你可以 她眼光真好 没有我说是我妈啦 我妈她有兴趣 她说我妈年纪多少 我就跟她讲 我妈年纪多少 然后我妈说 她说 她说年纪太大 不太适合 而且就是配菜的阿姨 什么之类 已经 就是招满了 她们现在需要招募 是外场的部分 我就跟我妈说 我妈说没关系 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妈聊 其实你能做的事情很多 甚至可以自己去创造 就比如说 她现在会做花妈手作 她有想要这个 开店的梦想 但是要实现 真的挺难的 所以也很谢谢大家 支持我妈妈 她做这些好吃的 所以希望 订阅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 那么 明天就会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